另外在德国柏林的中文学校也举办了虎年的迎新活动 邀请到了桥团还有学校的小朋友上他一表演 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也让大家都有一个虎年的好彩头 为了让华侨子弟感受过年气氛 柏林中文学校与华侨学校守住一起盛大举行新年联欢活动 主办单位还在现场设置了文化摊位 让与会者可以学习围棋和书法 祝德国代表卫武练夫人胡静玉亲自到场为舞师点睛 揭开表演节目序幕 中文学校校长刘桂莲欢迎大家一起迎接虎年 我是说国语的所以说恭喜发财 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五块 小朋友练习多时的才艺 有扯铃彩带功夫舞蹈等十分精彩 德国湘英合唱团也上台演唱应景台语歌曲 用美妙的歌声陪伴大家迎接虎年 台湾观念是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道